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多条战线同时火力全开,还动用了更多的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企图撕开俄军防线,尤其是在扎波罗热火巴赫木特这两个核心战线上,俄军在主要装备数量上甚至已经不占优势,不过俄军表现出来的战略防守姿态可能给乌克兰和背后的美国带来了错觉。 莫斯科当局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对乌克兰纵身实施更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其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减缓乌军进攻的强度,同时已经将眼光放在了未来的冬季反攻上。 为了挽回所谓的防守颓势并坚守住阵地,俄军开始对乌军前沿的补给线进行打击,尤其是侧重武器和弹药,日前俄军就使用伊斯坦德尔战术导弹,成功对乌军控制的一处大型火车站。 和前线物资枢纽发动空袭,摧毁了战内乌军大量带转运的武器列车。 据悉,乌军被摧毁的目标是阿瓦迪夫卡方向的多罗日纳亚火车站。 当时火车站内有一列乌军的武器专列,其中有三车皮的弹药,以及多达十套的武器装备。 这些都被俄军导弹一波带走,连同车站里的三十名乌军士兵也全部阵亡。 现场犹如核弹爆炸一般,俄军无人机记录了整个打击过程,并确认了最终打击效果。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拖入了消耗战。 双方都试图借助消磨对方的有声力量来拖垮对方,在这方面乌军天然比较吃亏。 现在乌军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重型武器,比较依赖北约的旧绩。 西方能将重型装备送到乌克兰已经实属不易,乌军再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更是困难。 不过禁忌乌军的前线部队似乎越大越有后劲,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武器装备相对充足。 而这显然是因为俄军犯下了一个战略错误,那就是欠缺有效打击乌军前线的补给线路。 目前乌军对俄军的主要打击方式,就是通过装甲车辆从地面进攻,同时利用侦察无人机、自杀无人机等空中辅助, 以此打击俄军重装甲武器或火炮、火箭炮等目标,有时还会配合深管火炮等远程打击火力,对俄军阵地进行火力覆盖等。 这些装备和使用的弹药,大多都需要西方提供,因此打击乌军的前线补给线路非常重要。 西方的武器想运送到乌克兰境内,一般会通过罗马尼亚和波兰。 这两个乌克兰的北约邻居,乌克兰最西部的利沃夫,就是西方武器的主要集散地。 该地除了有直通波兰的铁路和公路外,还有一处机场,乌军在这一区域部署多支部队负责防守这条乌军生命线。 此前俄军多次对利沃夫展开空袭,一度影响了西方武器进入乌克兰的进展,但俄军做的还远远不够。 目前俄军应付乌军的进攻方式相对简单,就是密集的雷区和游荡弹药进行配合。 一方面通过雷区持之乌军装甲部队,一方面使用柳叶刀巡飞弹,对乌军地面目标发动打击。 俄军这种被动防守,虽然消耗了不少乌军兵力,但精力主要放在了前线作战本身上,因此少有侦察和打击乌军后方不及线路的举动。 而乌军在多次进攻受阻后,通过补给迅速加强了前线扫雷装备的使用,同时也增加了装甲车、坦克的数量,一度让俄军感到压力倍增。 有了北约源源不断提供大量装甲车和坦克,乌军的进攻强度一直没有减弱,而且伴随着乌军作战信息化的提升,在面对一些缺乏经验的俄军动员兵部队时,乌军甚至能够获得不小的优势。 在俄军遭遇了几次挫折后,终于幡然醒悟开始调整作战方式,着手打击乌军的不及线,但想要完成这种打击任务并不简单。 这次俄军使用导弹打击乌军不及线上的火车站,显然事先已经获知了精确情报,而且为了提高打击的精确度,俄军不但动用了伊斯坎德尔导弹这种重磅武器,还使用稀缺的远程无人机进行前击侦查,可见俄军对此次打击行动十分重视。 在多罗日纳亚车站被毁的这些装备,大概率是要送给阿瓦迪夫卡前线的乌军。 这一区域是俄乌争夺的关键地带,乌军的第七式独立步兵营和第五式三机械化旅,负责此地的攻坚,而俄军的第九海军陆战团和第十坦克团,则在阿瓦迪夫卡东侧建立防线。 在阿瓦迪夫卡北部,俄乌双方已经展开多次正面交火,乌军的第110机械率和俄军的114机械率正在争夺克拉斯诺格夫卡的阵地。 俄军频繁使用自杀无人机对乌军目标发动打击,也给乌军带来不小损失。 尽管俄军摧毁乌军武器专列的效果暂时还没有显现出来,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估计俄军会在这一区域占据更多优势。 若是俄军发现打击乌军后勤线路,能够起到比雷驱和游荡弹药更好的效果,那之后俄方可能会增加对乌军后勤的打击频率。 虽然这种打击模式,德军的情报获取能力要求比较高,但对乌军起到的作用堪比釜底抽薪。 一旦缺乏重型武器,乌军攻势的威力将大幅度缩水,俄军前线的压力也能小一些。 这样一来,俄军主力部队能够更加专注于巴赫木特、库普杨斯克、扎波罗热等地的战斗盘活整个胶着的战场。 由于在正面战场难以取得较大突破,所以乌克兰这段时间以来,加大了无人机空袭俄本土的力度。 除了不断试图偷袭莫斯科等要地,乌军还连续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军用机场。 很快,牙子必报的俄罗斯发起报复行动。 8月30日凌晨开始,俄军对基辅实施针对性空袭,规模之大可以说开战以来罕见。 连乌克兰政府都承认,这是基辅在今年遭受的最大规模联合攻击。 这次俄军空袭基辅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和方式都与此前不一样。 8月30日的大规模空袭,俄空天军选的时间比较特殊,恰好是乌军无人机对俄本土攻击的顶峰时期。 这类行动近期都成了乌军的保留节目,甚至连莫斯科市区也常常遭殃。 更重要的是,乌军开始对俄空天军基地下手,尤其是距离俄乌边境较远的战略基地。 几次作战就让俄军蒙受重大损失,俄军防空部队几乎危性扫地。 大约两周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的索利奇基地遭到无人机偷袭,一架图22逆火战略轰炸机在大火中被烧毁。 8月29日,普斯科夫机场被20架无人机偷袭,4架1276大型运输机被烧毁。 8月27日,库尔斯克州的哈利诺基地被乌军纸板无人机偷袭,数架米格29,苏30战机以及防空导弹系统受损。 总体上来看,乌军无人机部队对俄罗斯本土目标的大规模偷袭,其实战效果正在逐渐放大,从最初攻击民用标志性建筑物,转变为集中打击军用机场和战机等重要高价值目标。 莫斯科当局显然不能坐以待毙,眼睁睁看着乌克兰无人机部队,逐渐把空气行动做大做强,乌军继续制造俄方被动挨打的宣传效果,必须得到有效压制。 因此,俄军本轮轰炸越打越凶,确实让北约想通过无人机偷袭行动,来取得舆论战优势的伎量最终落空,显然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又失算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宗袭击案中,索利奇基地和普斯科夫机场都远在俄西北部,距离俄乌边境六七百公里,还要跨过白俄罗斯领空才能到。 由于距离太远难度太大,因此从乌克兰本土发起攻击的可能性极低,大概率是潜伏在俄罗斯的特工所为,或者无人机是从第三国起飞,很可能有一些外国势力在背后协助。 所以俄罗斯这一次大举出动战力轰炸机,在防区外发射导弹猛烈轰炸机辅,未尝不是对西方的准和警告,告诫某些国家不要再玩火。 从全球局势上看,俄罗斯虽然在战场形势上比较有利,但长期来看处境不容乐观,比起要加速消灭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打击西方的进一步图谋,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可能更高。